哈囉,大家好,我是檸檬卷! 很多人他們學鋼琴的夢想,是可以彈肖邦的曲子 其實肖邦有一些曲子是相對比較簡單一點的 所以今天我要跟你分享五首比較簡單的肖邦鋼琴曲喔! 首先第一首是肖邦的A小調原舞曲 原舞曲也叫做《華爾茲》,這是19世紀最流行的舞蹈之一 肖邦寫了蠻多的原舞曲 這一首是介於肖邦在33歲到38歲的時候寫的,但是一直到1860才被出版 這是一首開頭微微悲傷的A小調,中間短暫的轉到A大調,再轉回來A小調 它會被我排在第一首的原因是因為,三拍子的原舞曲其實節奏上會比較好抓 左手伴奏形式也比較規律,沒有太複雜的升降機好 所以我覺得入門來說的話,這是一首還不錯的曲子喔! 第二首也是原舞曲 這首的難易度我覺得跟前一首差不多 只是這首的曲子是降E大調,跟上一首A小調,都沒有升降記號比的話 其實是稍微難那麼一點點 那在肖邦那時候,很多曲子都是沒有曲名的 所以他們會用原舞曲、影什麼調 然後再加上母路,這樣就不會搞混囉! 第三首是肖邦的E小調前奏曲 那肖邦的作品28,是24首的前奏曲 這24首當中,剛好每一個大調和小調都各寫了一首 這個靈感應該是來自於巴哈的平均率 裡面每一首都還蠻難的 唯獨這個第四首,算是比較簡單,而且篇幅比較小的喔! 那這首的左手是以同音反覆,半音下行的和弦進行 整曲聽起來其實還蠻悲傷的 這首曲子在肖邦的葬禮中有演奏喔! 另外這首曲子也有出現在電影《格雷的50道陰影》裡面 但是某人說內部電影不好看,但是我沒看過我也不知道 第四首是肖邦的F大調,馬祖卡舞曲 馬祖卡是三拍子的波蘭民族的舞曲 那它的特色是它的第一拍常常是弱拍 然後重音反而是在第二拍或是第三拍 馬祖卡舞曲的篇幅通常都不長,算是相對比較好入門的曲 那肖邦一聲當中,他寫了超過50首以上的馬祖卡舞曲 所以如果都沒有彈過的話,你可以先練習看這首喔! 第五首也是一首肖邦沒有出版的曲子 那這首曲子相對來說可能比較冷門,也比較少聽到 那我覺得這首有點像是肖邦的夜曲風格,非常的優美 其實偶爾彈一彈這種比較少人知道的作品也還不錯 以上就是這部無首簡單的肖邦鋼琴曲 那你可能會想說,這些簡單的曲子是怎麼選出來的呢? 除了我自己彈奏過的曲目之外,我還有參考這本 The Pianist's Guide to Standard Teaching and Performance Literature 那它裡面有列出很多作曲家的作品 並且它有依照難易度分級出來 那我覺得功能性還蠻不錯的,所以分享給你們參考喔! 那你有沒有彈過其他首,也是不難的肖邦鋼琴曲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喔!那最後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別忘記幫我按讚 也歡迎分享給身邊想要談肖邦鋼琴曲的朋友喔! 我是檸檬卷,掰掰! 謝謝 Você 為甚麼? 我是檸檬博,先幫你演習一下 謝謝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